- 嗨 我是婷硕 今天这堂课呢 我们要来聊运动员的个人形象管理与社群经营 在我左手边的是小军 我的课程助理 哈喽 大家好 小军你知道自己为什么坐在这里吗 我不知道 小军呢是跟我一起 我们设计了今天的这一堂课程 其实我们觉得非常有意思 就是说小军你平常运动吗 现在比较少疫情之后 没有 他本来就一直都没有运动 那我个人呢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脊髓性肌肉萎缩症见动人 然后我的专业呢 其实在于社群经营的部分 那所以呢 今天我们这个课就是 我谈个人形象管理与社群经营 小军呢会跟我一起做互动 聊聊 到底这个题目在每个人心中是什么样子 那至于各位运动员们 你们就负责运动员的事情咯 我们今天课程是这三个 小军设计的 我们都每个人 前面我们也聊聊 为什么每个人都需要形象 我们为什么这是一个需要故事的时代 第二个呢 我们会跟你谈 社群品牌经营跟个人形象管理 我们精选了 其实不是我啦 就是小军帮我们精选了非常多 台面上的运动员 你在整理这些资料的时候 你有没有自己本来就在追踪的运动员 当然有啊 谁 嗯 这样会不会伤感情就 会啊就我们其他运动员就会把影片关掉 让他们不开始 我会觉得黄奕婷 因为他是划船选手 然后觉得在台湾比较少看到这样子的运动 但其实是我比较少看到 但他其实已经在就发展很多年了 是 那为什么你就是你觉得追在在follow当艺婷的粉丝的过程中 你得到什么 我觉得他很有亲和力 就是不会觉得他是一个很离我们很远的运动员 就是他平常的生活好像我也都可以共享一些故事 所以你的会让你追踪艺婷带来的快乐的感觉 其实就是窥视他的人生 你可以这么说 有点变态我的助理 那最后一个我们会跟大家谈社群 前面两个我们聊形象管理跟运动员 事实上就是我们带着大家一起去看过 现在台湾的运动员可能都做了些什么事情 那第三part呢 小军帮我们大家整理了 如何把购民的故事越化越大 其实在谈的事情就是社群经营里面 我们到底怎么样 透过内容工具化这个专有名词 去帮助我们能够去跟我们的粉丝互动 或者去建构我们应该在大家面前 可以是什么样子 那更重要的事情是 自己在自己的心里面是什么样子 小军现在有点紧张 因为他现在画了一个很漂亮的妆 他平常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先第一个 小军帮我们选的第一个题目是云如 你聊聊你认识的云如吧 他给你什么样的感觉 就很帅性 因为他常常会讲出一些就是很符合他的年纪的话 就会觉得 你有什么印象比较深的 即便是个运动员 但他不会面对镜头的时候不会尝试去讲出一套所谓运动员该有的样子 我的运动家精神啊我最在乎的是什么他不是 但是他真的 他几岁16还是17 差不多 比我小 糟糕我们两个不懂运动的事情要被暴露了 可是他就会呈现 就是他 会想要追踪他 其实我觉得他有一个可爱我们在 在社群上会叫反插萌 就是他是在运动场上这么样 这么样专业 然后这么样帅气 可是 只要 离开了那个运动场他又回到了他17岁的身份 恰如其分 他不会 过度的去承诺我会什么 我会什么 或是他假装自己很懂什么 没有他就是那个样子 所以这件事是他 云如吸引人的 嗯 上面写 呃 好那我们特别帮大家选的是明章 那明章是 明章是我的一个朋友 然后呢他在奥运期间的写了非常多篇文章 那相关的东西呢我们都会在课程的附件让大家去看一下 小军现在紧张因为他知道课程附件是他要准理的我不知道他弄好了没 看起来还没 那这一位第二位是嘉宏 嘉宏是谁 体操选手 体操选手 最有台湾最有名的体操选手应该就是翻滚版的那一个的 追踪一下体育好不好是智凯 我讲不出来的名字 但我知道是谁 对然后那这篇呢 这篇我会看到的时候觉得非常有趣的是 智凯大家说他就是最闪耀的一个人 可是嘉宏就是得了一个第七名 可是这第七名有一些不同的呈现方式那也欢迎大家去 点开我们的 课程去看见这个东西 那最后一个大家最最熟的应该就是李洋 那如果用一个动物形容李洋 李洋你会觉得你用什么动物 羊 为什么 你不要跟我说因为李洋喔 我这样课程没办法接下去喔 就是很 可爱的感觉啊 他从哪些事情让你感觉到可爱 一直 一直撒娇 就是每次看他在场上 就这一次一起拿金牌的搭档 王岐霖他们 两个常常会有很可爱的互动 所以对他的印象就留下 这样 那我们这三个运动员的我们帮大家精选的这三个故事其实都有个共通点 当然第1个就是他们都是运动员的不用那么简单 第1个其实他们 他们的 我们在叙述这些过程中这些故事 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他有什么 结构跟血肉会让我们持续去追踪的 那这也是我们今天会提到的一个课叫做 英雄旅途 那我们等等会继续往下看 我们都需要故事 你最近最近喜欢的故事 讲一个 最近喜欢的故事 我最近 就是在看动漫的话 是我的英雄学院 哦 对他其实 就是在说明 这个世界每个人都有一个个性 然后那个个性 就是超能力 就是超能力 但是 那个每个人的个性其实都是 背后都是 有 经历了很多不同的 故事 然后才慢慢累积培养 而且我觉得我你刚讲的那个我觉得很好玩是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东西而且 你并不是 你就算拥有了天分你也要学习怎么跟天分相处 跟发挥他 我记得我自己也有稍微看一下我英啦只是他后面有点烂尾 没关系 作者应该不会知道 我后面没有追 可是我觉得我英很感动的是 我的英雄学院就是 每个人其实很多人一开始其实是压抑他的个性 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的超能力 或甚至他并没有那么 理解他自己 他们都要经过一个 你跟自己的超能力去对话 然后最后你接纳了他 然后跟你的超能力一起成长 听起来很像运动员的故事 我们继续往下 我们都需要故事 刚刚讲到我英 就是每个人都要练习跟自己的 个性相处 跟自己的超能力 你也要 认识他 跟他一起发展 其实就很像运动员 我们都需要故事 为什么这边要放羊的照片 我至今不懂 你可以解释一下吗 就是我们常 在说故事的时候 在现在的网络时代 就我们会很仰赖 所谓社群平台 对然后 当你要把你的故事 放到社群平台的时候 你首先会想要 知道 这个社群是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要问大家 我们要问观众朋友 第一个我们要问我们的运动员伙伴 第一个问题 什么是社群 如果当我直接跟你问 What is community 什么是社群的时候 直觉会想到什么 你的直觉 对我来说 可能就是 从小 就生在网络时代 所以 从小就有脸书 然后后来有IG 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社群 如果讲到社群 其实我直觉想到 是我们家附近 就是我们家是一个大的社区 一楼有警卫 然后我们大家会 我们大家住在一起 然后我们大家有一个公布栏 如果比如说 谁家的羊奶多订了两罐 然后他不想订了 他就在公布栏贴说 有没有人可以帮我把我家的羊奶订掉 然后另外一个人的妹妹 比如说 什么回台 回来台湾 然后他就贴一个说 我们社区里面 有没有人需要 交家教 对我来想 我想到的社区是这个 所以 当我们讲到社区的时候 其实在线上平台出来之前 我们社区其实 会因为地理环境的限制 其实就是共同生活在一起的群体 当每一个都有自己所关心的事情的人就变成一个群体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 如果我们想到是那种 比较 辞大爱电视台里面的那个 那个 那个戏剧好了 那个社区可能就会有杂货店 有庙口 有篮球场 我们可以理解吧 常常聚在篮球场的那群人 的年纪 应该会常常跟常常聚在庙口 下棋的那群人的年纪不一样 而且我们还会想 设想到在那个场所 大家会做什么样不同的活动 所以就是你写的第2个 共享 当有一群人 他们彼此共享共同的交流观 加价值观 比如说在 在杂货店前面你可能想到的是 大家可能会聊彼此的八卦 谁的太太 好像一个礼拜没有回家啦 谁半夜就是听到婆婆跟媳妇之间 打骂之类的 感觉好像杂货店比较在聊这个 篮球场好像在聊的事情是 你也喜欢小美吗 你干嘛不跟他讲 感觉好像在聊的是这个 可是在 庙前面呢 好像 感觉比较是 传统上的那种 父权男人在谈事情的地方 父权不知道字幕会打出来 在聊说今天这个米应该要卖多少钱啊 谁家人应该要做什么 你为什么要抢我的地盘啊 所以 在不同的一群体 他们其实会共享不同的价值观 聊不一样的事情 而 这些事情呢 我们要在哪里都必须要有一个集散地 才能够累积我们大家彼此 谈论的话题 所以比如在杂货店 所以杂货老板 杂货店的老板娘 才是真正了解这个社区很多事情的人 然后妙宫也会了解很多 很多这个社区里面的权力互动关系 那当然不用讲啦 就是在篮球场上 打篮球最好的那一个 那一个人就会是 就就就会是学校跟 社区里面的孩子 所以 什么是社群呢 其实我们不要先讲啊网路太难 我们先回到大爱感恩剧场 什么是社群 一群 共享着同样价值观 聊着类似话题的一群人 他们会在一个集散地互相 互动 而这就是社群 而虚拟 可是我们刚讲的是线上的社群吗 那回到虚拟线上的话就会有些不一样 他有四个特点 他们是因为在网路上连结的 所以以前呢在 网路还不发达还没有每个人人手一个手机的时候 其实大家你要跟别人聊聊天 你当你觉得 孤单寂寞觉得的人比如说跟家人吵 比如说有些男人 他老婆就是一直念 然后他女儿又不跟他聊天 他为了要寻得认同感 他只好坐到庙口下棋 所以他为什么要到庙口走走 他不是真的为了干嘛 而是他觉得在那边会遇上一些事情 就像有些妈妈 他不一定要买菜 可是他就是喜欢去菜市场找人聊聊天 就跟有些孩子一样 他可能自己并没有 并没有买战斗陀螺 可是他就喜欢 凑到 文具店前面看大家打战斗陀螺 所以社群还有另外一件事 当我们今天有个共同集散地的时候 这些人 三不五时就会想要去那边逛逛 因为 你会在那边遇到 你没有预期 发生的事情 好 那这里我们整理出来了 我们刚讲都是线下 社群 那线上有四个特点 四个呢 我们请小军来跟我们解释 首先第一个是重视表达自由 因为 在线上的时候 他有时候会具有匿名性 就你可能不认识这个人 你们只是因为 可能某个关键字连结在一起 所以 今天在你不认识这个人的状况下 其实可以相对很平等的 表达自己的想法 所以很重视表达自由 是所以感觉如果在庙口 如果今天庙沟要 庙宫 庙宫要讲话 大家都要先听他讲话 或是说在篮球场上 孩子网络说 我们等一下去吃哪一间冰 明明你想吃蚵仔米酸 你会不敢讲 可是在网络上 因为这个 好像现实的这种权力关系 目前至少在当代 这个 这个 因为每个人的留言都是 上面呈现的同样的位置 所以每个人相对来说 表达自由这件事就带来一件事 我好像跟你是平等的 所以虽然我今天你 你聊到的黄奕婷吗 我们后面有选一个例子就是 奕婷在下面 他分享他在家里剥柚子 这件事 可是底下的人说 这是我们家今年吃的月饼 然后他们说 你看我狗狗也戴着这个柚子的帽子 好像你跟他是朋友 所以这个是网络社群很重要的一件事 我们并不是 没有任何一个人是高高在 在上的 他就连到了第二点 既然没有人是高高在 在上的 我们就不会有 谁可以集中控制 这件事 所以呢那今天是一小时的课程 如果之后我们会有更多的话 那我也蛮希望我有另外一堂课是在谈如何管理公关危机的 不过希望 下次有机会我们再跟大家分享 因为没有集中控制 所以你不可以 如果你今天发生了任何公关机 不可以说我把其他人的留言都删掉 当你做了这件事情 你就违背了网络社群大家想象的我是平等的 然后甚至你也不可以造假 你只要做了这件事情 别人就发现天啊 我本来相信我们是平等的 结果这件事居然不一样 就会有很大的 危险出现 好那第3个 什么是内容多方传播呢 大家 应该会看到 每篇贴文的 可能右下角 都会有一个分享 就当 一个人他看到他有兴趣的内容 然后他就会在分享 那如果那个人的朋友又看到了 就是他很喜欢这篇分享 他又会在转分享 就他是 透过 1 散出去之后 然后不断的在扩大 是而且 在扩大的过程中其实大家都会追加上自己的评论嘛 对所以 那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有点像是 我们要不要聊点 后现代 比如说作者已死之类的 还是我们今天先不要 我都可以 就是 那你简单讲一下 就说其实我们不能够控制别人怎么样对我们的发文的想象 小薛是台大历史的高材生 来聊聊后现代 就是以前 我们在 口耳相传的时候 可能会 就是在整个社区在传八卦嘛 那这个传这个 这个传这个 一定 中间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 填加油 怎么说加油填醋 对啊 其实在网路上 也是 一样的 只是 感觉会 他加油填醋的速度 更快了 因为是 同时不是一个人去找下一个人 再找下一个人 而是一个人 同时散布给 比如说他的五个好朋友 然后 五个好朋友又在各自的 说法再给他们的五个好朋友 对我觉得这是 在每个 传递的传递资讯的环节都会在 跟事实有一点点 些 巧妙的变化 是所以当我们今天说出了一句话之后其实我们要想象的不只是我说了这句话 我们不能跟别人说我才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当你今天只要传递出去之后 我们没有准备好后续他发生哪些事情那这些东西都是我们 都应该在我们能够设想的事情里面 他不他不像我们真人 比如说我我跟你讲句话 我跟小君讲 小君又跟别人讲 然后别人就说 听说你怎么这样讲我 我就说那不是我讲的 在现实社会中好像就是小君的错 对不对 可是在 虚拟社群里面这件事情被 一定程度的改变 也就是说 如果别人分享 小君就会说这就是我的意见 然后他会 相对来说 我我会 更衰弱说 这不是我原本的意思没有了 当我讲出来之后 这些东西都会不断的被 滚加在 同一个共同形象 上面 就像 之前我们很红的就是羽球双达 他们拍了一系 他们的经纪人拍了一系列 大家 不一样的审美观的 照片这个东西就会变成一直不断的往外传 那 可能就会让运动员没有办法说这不是我的本意 可是这些事情其实不断的被滚 这个是虚拟社群 很特别的事情那当然 详细这个东西如果未来我们有机会谈公关危机的时候我们再继续讲 那最后一个自愿自发行动当然就 不用多说啦 他跟传统虚拟社群 的这个社群媒体 跟传统媒体非常不一样的一件事就是第4点 小君跟我们多说一下 就是以前老师可能会说你今天回去要把这件 今天学到的跟家里人分享 或是 给一个指令然后让你 去 找一个人来诉说 可是在社群媒体 其实 可以观察到 如果你逼你的粉丝去做这件事 那粉丝通常不会领情 对反而是 你在 可能 潜 潜移默化中去影响你的粉丝 就是 你自己以身作则 或是你真的很真诚的表达对 这是 这个议题的 热爱 然后你的粉丝 得到共鸣之后他们就会 自己 反而是自动自发的去做 分享 是好各位运动员伙伴们如果听到这边呢 你听得懂的话呢 那你就是自欺欺人 因为我听不太懂小君在讲什么 不过小君在后面准备了很多案例 那到底这四点 重视表达自由 你要念第2点了吧我们会很干 缺乏集中控制 内容多方散播 还有自认自发行动 我们都会在等一下的案例跟大家说明 那人为什么会需要社群呢 其实就是这几件事情 第1件事情就是 我们我们刚讲了都要从 别人怎么看待我们这件事情上才确定自己是谁 然后再来我们要找到社会实践的方向 比如说 之前在疫情期间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帮助医护 对吧就在最早大家在疫情期间的时候就说 我们就是就叫我OK你先领 有没有就是 当你在这个 在这个 社会氛围里很紧张 我没有医疗专业 知道 我关心了某件事情可是我可以怎么做 所以像是不是有一些运动员也发起了自己的 号召例比如说我鼓励大家来 如果你愿意支持运动你可以来认养 比如说某个 国小的田径队 或者是我爱狗狗那我希望说 如果你们爱我的话也希望可以帮助在疫情期间其实这些狗狗的 这些 流浪动物之家的狗狗都很需要认养 其实就像这样子我们在追踪我们在 关心一件事情的时候可以找到我自己该做些什么就很像 你还记得那个 那个跟老婆不知道怎么聊天以及女儿都不理他那个男生吗 他是不是每次都会去妙妙口晃 其他就是想要干嘛 找到自己这个时候可以该做些什么就是第2点 那第3 与价值观亲近的人相互交流 倾听建立并维持持久的社会关系 你在写什么 就是当 你在社群上面找到 可以跟你一起讨论这件事情的人 然后你们 讨论出一个 我今天遇到疫情的问题 我还可以做什么 我看到A在做那件事 我看到B在做那件事 那我们可不可以在一起 找C D E 然后一起在 做出 不同的事情 然后在帮助 在同一个议题上 有不同的行动 然后 因为你 找到了这一群 志同道合的伙伴 所以你们可以互相 扶持 就是互相鼓励 然后 持续的一直做下去 是这样听起来其实很像我们以前学过的那个马斯洛金字塔 最上面那层 就是那第3 可能就是爱与 隶属 其实 我们都很希望我们属于某一群人 希望有某一群人认可我 所以大家为什么会在 脸书上在某个运动员底下留言 那如果我在这边留言了然后某个人按我运动员也回我我就会觉得好棒我被看到了 虽然其实那些都是小编流的 可是我们就会感觉到 我被听见 我被看见 其实爱与隶属是 是所有的社群存在最重要的一件事 好 我想听到这边应该很多人已经 决定 就是要来好好经营自己的社群 有吗 谁 到底要怎么经营呢 就是 请说会再继续 就是跟大家分享 好 稍等一下 第二点 社群品牌经营跟个人形象管理在这里呢我们就会谈非常多的实际案例了